永续在哪边?原来永续就在你身边!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永续在哪边?我是VBN! 11月一个全球关注的重要大事就是在埃及举办的COP27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这是一个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的年度大会 目标就是将本世纪的气温升幅控制在1.5C内 COP27会讨论的主题有很多,也包含了俄乌战争下的能源议题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就会是极端气候的对应 今年夏天欧洲热浪引发了森林大火烧了非常久 还有包含台湾的夏天异常高温,中间又有一些暴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些问题呢? 好,如果听众中有人说,我生活的地方风平浪静,什么都没感觉到 那VBN今天想要聊的话题,应该会让你很有感哦! 那就是极端气候除了影响我们的生活 还会冲击到你我餐桌上杯盘中的美食 不只会让它变味,还可能会消失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全球变暖达到1.5C 世界上大概有8%的农田就会不适合再耕种 那VBN今天会在早中晚三餐各挑一个食物来跟你分享 说到早餐,很多人应该搭配的都是咖啡吧 没喝一杯可能还醒不来呢 爱喝咖啡的台湾人一年喝了快28亿杯 平均每人每年喝了快124杯 大概三天就会喝一杯,你也是这样吗? 但受到全球气候变迁的冲击 咖啡不但风味可能正悄悄的转变,未来还可能会消失呢? 研究显示,有50%的咖啡种植体到了2050年可能就无法再继续耕种了 咖啡的种类可能有很多,例如说阿拉比卡或者是罗布斯塔等 其中已占全球咖啡产量6成受到许多消费者欢迎的阿拉比卡豆为例 因为它对气候的变化敏感度太高 不管是太热太冷或者是天气潮湿度有变化 都会影响到它的风味跟品质 例如说如果阳光照射太久的话 对咖啡的质量会产生一些影响 农民可能就去种一些像是树罐植物去提供遮阴 让它减少这个吸热跟阳光的条件 不过当气候变得更干或者是极端的高温 对于这些种植树物的做法,效果也会大大的降低 今年10月1日是国际咖啡日 那国际咖啡品牌Nespresso 就特别在这天推出了全新的广告 有别于过去乔治克隆尼优雅喝着咖啡 享受它的风味的形象 这一次,乔治克隆尼手中只有一个空的咖啡杯 提醒你,如果咖啡消失了呢? 希望借此提醒大家 全世界的咖啡农跟产区正在遭受这个气候危机 我们应该要从手中的这杯咖啡去思考它的存续威胁 例如Nespresso自己就推出透过再生农业改变这个种植方式 希望降低农耕对环境的冲击跟影响 它来说也是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为当海水变暖 就会降低鱼类的生产力 扼杀它们的食物来源 而且会影响它们的分布 这对于喜欢吃海鲜的来说 应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吧 像欧洲的海洋 因为面临高温 如雪鱼一类的鱼类 就会持续向北游 寻找更凉爽的水域 那像牡蛎蛤蜊等等 没有那么容易移动的贝类 几乎就只能等待死亡了 像阿拉斯加还首度禁补松叶蟹 因为他们发现在2018到2021年三年之间 松叶蟹的数量居然从80亿只降到10亿只 70亿只欸 是不是非常的惊人 除了人为捕捞之外 专家认为可能海水变暖 影响松叶蟹的生态 是造成他们大量死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海鲜之外 正统的韩国泡菜 也可能会消失喔 这个韩国民族的灵魂食物 光是在太白山这个区域 因为热浪还有暴雨 区域前产了大概就快三分之一 而且欠收还不只是经验的事喔 根据韩国气象厅的统计 过去五年的夏天 大白市已经有20天的热浪 但在1990年代 这边从来没有过热的发生欸 这让看天吃饭的农民非常的忧心 韩国政府甚至感觉到这个泡菜危机 宣布要斥资580亿韩元新建两座大型泡菜仓储设备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产地很为难 餐厅主妇也很为难的泡菜问题 好 那我们晚餐 要不然改吃素食好了 披萨 意大利面或者是炸薯条 想象一下 吃薯条没有番茄酱 披萨里没有披萨酱 吃热狗也没有芥末酱 那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啊 番茄酱的主料 当然就是番茄 包含沙沙酱啊 意大利面红酱 披萨酱汁 或者是炸薯条汉堡的酱料都少不了它 原本啊 美国加州的番茄加工厂 就占了全球四分之一的量 但美国农业部统计 从2015年开始 加州的番茄产量已经连续下降 从1440万吨跌到了 今年大概只有1170万吨 业者还担心啊 可能会更少耶 农民就无奈表示 今年除了缺水之外 还特别的高温 番茄都长不大了啦 那不吃番茄酱 改蘸芥末酱呢 可能也要让你失望了 迪中芥末酱的原料啊 是芥菜籽 而全球最大的芥菜籽出口国 加拿大 去年因为夏天严重热浪 种子产量足足少了快一半 这让啊 是芥末酱为生命的法国人 也非常的崩溃哦 法国第三大的芥末酱 生成厂商总经理就表示哦 市场上的芥末酱 已经都被抢购一空 以至于他们自己想要做芥末酱 也几乎只能做到正常时的两成 就算每天都接到电话要求订货 他们也无法接单 其实啊 气候变迁引发的干旱跟热浪危机 除了以上这些食物之外 还包含了意大利的大米 西班牙的橄榄油 还有英国的大麦都造成产量急剧下降 而另外呢 在中国的话 则是洪水破坏了将近十万公顷的农作物 许多的主食啊 在全球都被大量采购 导致货太少价格飙升的问题 过去啊我们认为 理所当然的这些食物食材 在这气候变迁的冲击下 都变得非常的珍贵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永续在哪边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可以理解到气候变迁的冲击 跟你我的生活有多么的近 而我们现在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喜欢今天节目的内容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 跟分享给你的朋友 永续在哪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